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着笑着 眼睛就潮起一片轻雾 小九 这个头是会不会太隆重了 罢了 我都这个年纪了 还是寡淡一些的带着字子啊 白浅回头看着出神的凤九 走过去拉起他的手 你竟来常常出神 姑姑对你的心思 虽然也猜个八九分 如果太难 你竟可以不去 姑姑什么时候对这些俗里苛刻了 凤九看着一脸体谅的姑姑 故作轻松道 姑姑还没嫁人 就急急的要甩开小九了 我偏偏不 要连你到最后一刻 白浅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的看着继续忙碌起来的凤九的背影 却也只能这样远远看着 安眸能住 正愣神间 米谷气喘吁吁的闯了进来 凤九看他手忙脚乱的样子 现在就这副模样 到了大户那天 还能记得自己叫米谷吗 小殿下真是爱说笑 姑姑澄清这样大的事情 米谷自然要十分 百分 千分 万分地上心 你在上心 不是也有奶奶操持大局 你只张罗个接待天族迎亲队伍的才是吗 这也有如此大的忙头 凤九今日特别有调侃米谷的心情 米谷听到 天族 二字 一拍脑门 哎呀呀 忘记了忘记了 我跑进来是要通报 四命新君求见 三百年来凤九不曾踏足九重天 倒是四命 成于常常来狐狸洞 实力逃领找他 说一说天族又有哪些新八卦 又出了什么好玩的新鲜事 听到老熟人的名字 凤九儿上的凤伟花 又多了些生气 快快请进来 一个熟悉的声音有远极近 四命新君见过白浅上神 见过青秋女君 四命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帮姑姑选头是呢 凤九顿了一下 立马张开双臂 挡住身后这些款式 这些可都是秘密 是要大婚是惊喜亮相的 若被你看了去 肯定整个天宫都知道了 殿下说笑了 小陈就算看了 也奉不清这些样子啊 就算分清了 归天宫上 也描述不真切啊 凤九玩耳一笑 说的也是 可眼下就要大婚了 想必你也是忙烂得很 到底是什么事还要劳烦四命新君亲自跑一趟 四命从秀次中拿出一本名册 呈在白浅与凤九面前 小县来却有正事 不知青秋负责迎亲队伍的是哪位先官 这是迎亲队伍名册 小县是来与青秋交接迎亲仪式等相关事宜的 迎亲仪式 还需要交接 这么复杂吗 那当然了 四命煞有结实地说道 太子与上神的大婚 可是天族盛世 来迎亲的也都不是一般的神仙 很多都是只在传说中听过 却未得偿一见的神尊 虽说青秋九尾狐也身份尊贵 此等圣荣也是当之无愧 可此等级别的迎亲队伍 咱青秋这里也最好周到不适 凤九听了一边笑道 四命 你可真会说话 什么时候成了我们青秋的人 一口一个咱的 一边一把夺过册子 翻看起来 可刚一翻开 就见第一行最上手的名字处 写着四个让人如此揪心疼痛的字 东华帝君 凤九看着册子两久 看懂又克制地说道 米谷 我想四命新军是来找你的 你刚不是说负责迎亲礼仪 你们聊 你们聊 我我 我先去忙啊 凤九积积跑开 留下白浅 四命与米谷面面相去 但真这么难吗 努力了三百年来忘记 只看一眼名字 就回到起点了吗 可是东华 你还记得我多少 大婚的日子这么快就到了 狐狸洞外 白家人齐齐等在外面 看着九重天的方向 谈论着这三生三世的佳话 狐狸洞里 白浅风光霞配 等待良人 胡后想着放在心间而上的小女儿 曾经受的磨难 再看看眼前这个即将盖上红盖头 富如宁之 美目盼兮 方则无双的新娘 不觉亲磨起眼角 娘亲 左个儿不是说好了不许教我的 何况青秋离起无功又不远 我想回来就回来了 还惦记着小九的厨艺呢 白浅碎嘴上这样说着 也不免有些动情 还不远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况且你嫁了太子 就是以后的天后 乃是说回来就回来的 奶奶 你不是说青秋的狐狸仔儿都是放养的吗 以前姑姑去凡间立琴节 咬无音讯这么多年 也没见您难过啊 难道天宫比凡间还更不得见吗 胡后被凤九的话给兜笑了 傻丫头 等有一天 你当了娘亲 看着女儿出嫁 就知道奶奶此刻是什么心情了 凤九脸一红 又有片刻的失神 那我就不要嫁人生孩子 这样就永远不会像奶奶今天这样难过了 傻孩子 奶奶是高兴 凤九看着奶奶和姑姑笑了 自己也就笑了 是啊 自己还是孩子呢 怎么就要生孩子了 外面米谷传话来 说时辰差不多了 凤九拿过红盖头 就要盖在白浅头上 白浅和胡后才仔细打量了一下 穿着一身水粉青纱裙的凤九 胡后叽叽说道 哎呀光顾了忙活浅浅了 凤丫头 你就穿这个 现在恐怕没有时间装扮了 好歹去换件衣服 白浅也笑着言议道 昔日想必有点头面的四海八荒的青年才俊都来了 小九如此 他不是为了躲败贴才好 四哥也逼他逼得太紧了些 可以跟东华帝君相比的青年 也不是那么好找的 男亲好歹也劝劝二哥 就是急不来 凤九听了有一瞬间的诗神 如今敢在他面前提起东华帝君的 他也只有青秋白浅了 不管为了什么 你是青秋女君 不顾及姑姑的颜面 也要顾及青秋的颜面 胡后执意让凤九去换衣服 凤九说笑道 姑姑大婚 又不是我大婚 我打扮什么 真水粉色跟姑姑嫁衣的大红色才是最配 况且爷爷爹爹四叔他们都在 又怎么轮得到我彰显身份了 莫不是奶奶和姑姑 想着趁今日四海八荒七年才竟都聚在一处 想把凤九赶紧嫁出去吧 尤其是姑姑 还是专心些 要不辜负吃起飞出来 还要姑姑费心去哄 小丫头本是没什么长进 嘴巴到越发厉害了 白浅说着 脸上一阵飞红 静静看凤九将盖头缓缓勒在眼前 这一刻她确实应该专心安静 等待着 等待着 几百年修来的缘分 凤九心情忐忑地走出狐狸洞外 自承袭武荒武帝之一的青秋女君以来 她的身份就与阿爹齐平 不过平时她不慎出现在各种仪式 朝会 法会中 也感觉不到 可今日不同 今日虽是白家人嫁闺女的家世 更是青秋近几百年来的头等大事 凤九自是要以青秋女君身份 与阿爹站在一起 除了胡递胡后 凤九站的是最前面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